就checking一下以後,你就可以用了 不管什麼open ID 啊,或其他的任何的這個 編輯好的類別,你都可以直接來用 如果成功的話呢,要不要再寄一封 再寄一封一個link,再回到原來的介面 好,那剛剛那個程式看起來有點 有點長,有點囉嗦 你看看,這個裡面有一堆設定,設定這些東西,蠻長的 那你可不可以再更進一步的 更進一步的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來衍生出一個新的類別 就是說,我如果能夠 就說,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物件檔案介入語法 從phpmailer,phmailer是他寫好的跟我們用的 可是設定還蠻多的 那我們自己,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來衍生出一個 由phpmailer來衍生我們自己常用的一個mail的程式 如果只用一次的話,你可能不需要 但如果你常常用到mail裡面呢 那你就自己衍生一個更方便 所以這邊呢,就是第一個class叫mymailer 它還是require這個phpmailer 但是呢,classmymailer呢 就是extend phpmailer 也就是我在一個層次的繼承 我不是讓我下面應用直接繼承 我定義了一個class,然後我來繼承phpmailer 那幫你把,這個 很多的這個,要做的這些 雜事 把它怎麼樣,把它放到constructor裡面去 就是把這個 要做的那些,我們剛剛前面那些 就直接把它在程式裡面 就php程式裡面 現在,我們定義了這邊,然後把 剛剛那做的那些什麼 host啊,要不要認證啊 然後,紀鑑者啊,等等這些訊息呢 把通常包裝到constructor裡面去 這是一個,所以它有一個function就是 constructor,做設定的動作 那另外一個function呢,是send mail 那這個send mail是什麼呢 那就是,剛剛我們有做 subject,body,explode 還有made list,那幾個動作呢 這些動作也是,你每個mail都要做的 那這些動作呢,我就直接的 把它變成一個send mail的一個measure 或一個function 然後,給幾個參數 mail.true 我要寄給誰 然後主子是什麼,body是什麼 把這個,那我從哪裡寄的 或幹什麼,在constructor裡面 我要寄給誰,還有內容 是放在這個send mail裡面 所以把,我建立一個 mymail的這個方法 這個類別 可是這個類別要怎麼用呢 這下一個問題 那這個類別要怎麼用的話 你就呼叫require require,once 或require都可以 mymail.true 那我用的時候呢 我真的要送個mail 我就直接mymail.php 然後,看post裡面有沒有東西 反正都是我寄出去的 如果是post裡面有內容 然後這個,應該說post裡面的to跟subject 有沒有這個收件者,有沒有內容 如果收件者有內容的話呢 那我就 新增一個 mymail的物件 mymail是寄成 phpmail 我新增我這個物件 新增這個物件以後呢 然後send mail send mail也是剛剛mymail裡面的一個方法 send mail的話就是寄給誰 內容跟body 如果裡面有內容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to,subject,body 當作參數 用send mail 把mail送出去 然後呢 成功失敗 這個if這個跟剛剛一樣 成功失敗收訊息 那所以這個程式變得怎麼樣 這程式就變得比較短 這程式 你也可以想像是比較短 但你也可以想像是說 我把它拆成兩個class 一個class是這個 mymail的class 那另外一個class是 應該不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php的程式 這不是class 這個就是個php程式 另外一個php的主程式呢 就用那個class裡面的 用 所以你的這個主程式就變得 比較精簡一點 就比較短 那這個是好處 就不要把那所有的東西 通通把它擺在這個 主程式裡面 那這個 所以由phpmail 你也可以產生一個新類別 你也同樣可以送mail 那所以 最後的這個主程式呢 就只有十幾行 所以物件導向的好處就是 就是這個 我只用別人寫好的東西 那我只管用 用法對了 就OK了 那裡面那些東西 如果我要自己寫 就要寫比較多一點 那下面的幾張 pail跟smarty 就是 就是比較 以物件導向的方式來擴充 尤其是下面這一張 pail是來擴充這個 php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我想 就 就到這邊了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 comment或問題 成績 成績